如果提到夏威夷 那么观众朋友 您可能马上想到冲浪 冲浪可能是您会想到的几个印象之一 那么的确太平洋上的岛屿 拥有适合冲浪的天然环境 不同的海象 还有椒岩的构造 也会创造出不同的浪点 像这种在夏威夷的岸边 乘风飙浪的音资 让很多人向往 但其实这种水上活动 是需要极佳的协调感跟平衡感 这当然也是当地原住民族人的专长 不过冲浪的时候 如果有同好一起来冲浪 会更有意思 那么就有一位 住在欧阿湖岛上的原住民族的年轻人 有一天突然发现 他养的小猪 是他冲浪的好伙伴 看看卡玛 水里来水里去 轻轻松松 他现在是冲浪高手 他的主人去冲浪的时候 就会带着他 小猪卡玛 现在对夏威夷各个海滩的海象跟浪点 很熟悉 黑小猪卡玛的主人卡伊 第一次发现卡玛竟然会游泳 是当卡玛有一天不小心滑落主人卡伊 后院的游泳池 卡伊发现小猪竟然开始游泳 实在太神奇了 很快的这只神奇的小黑猪 开始被主人带到海边 一起冲浪 在夏威夷著名的白沙滩 Sandy Beach 成为小猪界的浪人了 很多到这个海滩细水晒太阳的民众 都忍不住拿起相机或手机 猛拍这只会冲浪的小黑猪 卡玛的主人卡伊 现在都带着卡玛到海边 爱死了这只冲浪伙伴 卡玛的冲浪技巧越来越好 已经吸引厂商愿意赞助 冲浪小黑猪的主人卡伊表示 他现在已经获得连锁商Costco 赞助免费的冲浪板 跟时下流行的GoPro照相机 这只取名叫做卡玛的冲浪小黑猪 甚至已经拥有自己的网络社群的账号 小黑猪卡玛的主人 现在带着他一起吃素 因为要维持身材 以免越大越胖 连浪板都撑不住 会撑到海里 记者Glas Nador 整理报导